少林十八同人阵 名栋江湖 玉满天下 此阵变幻莫测 机关重重 由拳阵 刀阵 棍阵等俯成 一关比一关精彩 难度细数 科兴 在少林寺 但凡武僧想要下山 就必须闯过少林十八同人阵的考验 闯关者可谓是九死一生 很多弟子挑战了十多年 都没有通过 例如这个同中阵 闯关者需要端坐在同中下 其他人任意敲打同中 若是铁头弓不过关 或者是定力不够 根本扛不住 对于十八同人阵 这只是毛毛雨 其他的更加厉害 这个小伙为了能下山 坚持要闯过十八同人阵 故事发生在明末清初 明朝大将关志远被叛徒出卖落难 黑鼠英带着手下将其灭门 一名侍卫救下关志远强保中的孩子 将其送到武当山 不料 朝廷英犬为了斩草除根 追到武当山 迫于无奈 道长只得让人带少龙从后山逃亡 辗转多年 少龙最终被送至少林寺 作为俗家弟子的他 在少林三十六房苦练武艺 少林功夫博大精深 套路繁多 众所周知的有十八罗汉拳 少林童子公 降龙掌 双龙出海 老树盘根 应有尽有 时光如是 二十年过去 关少龙练就了一身武艺 在众师兄弟中也算是佼佼者 为了替父报仇 关少龙决定下山 可首先要通过少林三十六房的考验 之后就是少林十八同人阵 关少龙急忙去报名 可三十兄比他更积极 率先闯进入同中阵 凭着精湛的铁头功 三十兄面不改色 顺利通过考验 闻到关少龙时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在同中下的他 被声波震出鼻血 还是硬撑着过了关 之后就是暗器阵 三十兄武艺高强 依然率先进入 只见他以利落的身手 躲过万箭齐发 之后又是钢珠攻击 紧接着就是飞镖暗器 三十兄身手灵活 居然用嘴接住了飞镖 随后就是最经典的万字强 看到这玩意 估计是有人在后面推动机关强 三十兄要做的 就是和他们比拼臂力 自知臂力不够的他 以双腿力量支撑 居然顺利通过三十六房的考核 关少龙身手 虽然逊于三十兄 但有三十兄指点 也勉强过了关 关少龙和三十兄决定 一起去闯最难的十八同人阵 两人刚进去 一个同人便闪现出来 七十一 我现在你看清楚 不过片刻 三十兄便顺利过关 下一关是在一个巷子 面对两个同人的互殴 之后就是机关 暗器 三十兄经验丰富 顺利躲过 紧接着又是刀阵 面对的是三个手持大刀的同人 此刻面对围攻的关少龙 阴记不如人 被打得满地爪牙 危急时刻 三十兄赶来 将关少龙救下 紧接着将受伤的关少龙带去医治 凭三十兄的实力 是可以过关的 可他却因就关少龙 放弃了闯关 关少龙自小失去亲人 可三十兄和六十兄 却待他犹如亲兄弟一般 为了不拖两位师兄的后腿 关少龙自此机名而起 勤学苦练 丝毫不敢怠慢 这天 关少龙在藏经阁打坐 发现了少林觉学师 巴罗汉拳 之后便和三十兄 六十兄一起练习 一年之后 三人练熟了罗汉拳武艺大成 决定再去闯十八同人阵 这次 关少龙轻轻松松的 就过了前机关 就算是面对威力巨大的龙虎十八棍 也能应付自如 三十兄这边就不用说了 实力本身就很强 一番苦战之后 两人成功过关 再路口会合 紧接着就是千金斩 需要强大的臂力和妖力将它搬起 关少龙差点吃不消 幸得三十兄在一旁指点 关少龙集中精神 缓缓举起千金斩 终于成功过关 紧接就是通天门 也就是最后一关 门前摆放着一尊三百斤的火龙顶 里面燃烧着熊熊烈火 奇烫无比 关少龙哪能给兄弟丢脸 一葫芦画条 强忍着过了关 能闯过十八同人镇 武艺胆量不凡 临走前 方丈交代两人 下山后 关少龙先是回到奶奶家 可恶是人非 少龙的奶奶早已去世 关少龙伤心不已 老管家拿出奶奶留给她的遗物 里面是官府留下来的血书 以及祖传的宝刀 原来关少龙的父亲 因不愿投靠朝廷 被黑楚英出卖 还将血洗了官府 关少龙得知 仇人就是黑楚英 此时的黑楚英 早已沦为朝廷英权 走到哪里都前呼后拥 为了方便行事 关少龙将自己打扮成一位 偏偏公子 在客栈与三师兄会合时 因误会 与一位女扮男装的少侠 交起了手 两人武艺都不凡 眼看就要大大出手 还是三师兄将关少龙劝住 向少侠道歉 此事才算作罢 就当两人坐下来谈话时 一个算命地走过来 溜须拍马 两人没在意 误以为对方是个江湖神棍 谁知对方居然用暗器偷袭 随手的铁笔中 还藏有暗器 眼看对方就要溜 白衣少侠冲过来打抱不平 与对方缠斗了起来 混乱之中 少侠身上掉落了半块玉佩 关少龙将玉佩捡起 准备还给白衣少侠 却发现玉佩似曾相识 紧接从怀中 掏出另外半块 两块拼在一起 一龙一缝 正好是一对 原来女扮男装的白衣少侠 是关少龙指负为婚的未婚妻小云 两人不打不相识 小云对武艺高强 长相英俊的关少龙一见钟情 不久又在客栈遇到了六师兄 比起三师兄的严厉 六师兄最疼爱关少龙 关少龙与六师兄说出下山后的不意 六师兄还为关少龙带来了解读完 谈话之间 六师兄问起了关少龙的真实身份 关少龙担心连累六师兄不愿透露 难道你把我当成外人 不告诉我内情也罢 说吧 转身就要走 关少龙只好说出真相 自己是明朝大将关志远之子 如今 蜻蜓鹰犬黑楚鹰正在追杀自己 关少龙劝六师兄置身事外 可六师兄却铁了心要帮少龙 今后对付满清达子同进退 当天夜里 关少龙辗转难免 听到门外有脚步声 便躲了起来 果不其然 一个黑衣蒙面人闯了进来 砍向床榻上的关少龙 结果可想而知 黑衣人没有得逞 反而被关少龙袭击 打斗声引来未婚妻小云相助 就当三人激战时 却被三师兄叫停 都是少林兄弟 不要互相残杀 谁知黑衣人心狠手辣 用机关伞将小云击伤 紧接用武毒针刺中了关少龙 三师兄气愤不已 冲上前与黑衣人打坐一团 揭开面罩 大吃一惊 六师兄 是你 为什么要对我下毒伤 奄奄一息的六师兄 说出实情 原来他是黑褚英的儿子 四岁时便来少林学习武艺 负命难为 只得先下手为强 可兄弟情深 难以下手 紧接着又告诉几人 黑褚英已经得到了 十八罗汉权秘籍 武艺不可小讯 即将来此地与自己会合 刚说完便倒在了关少龙怀中 隔天关少龙和小云 拦住黑褚英的轿子 以利落的伸手 快速解决了侍卫 之后就是与黑褚英的大决战 谁知又冒出来 几个与黑褚英一模一样的替身 真真假假 难以认出谁是本尊 但一番较量之后 替身立马露出破绽 武艺烧训 解决完替身之后 余下战斗较强的 便是真正的黑褚英 关少龙和三师兄联手合功 不料黑褚英不仅会罗汉权 而且精通两人所学 还能见招拆招 轻松破解两人的招式 小云也冲上来驻战 武功套路跟三人完全不同 面对围攻 黑褚英逐渐落了下风 可他有金钟照铁布山护身 三人也伤不了他 打斗之中 三师兄看出黑褚英的死穴 咽喉 于是三人便专攻其弱点 这时 侍卫为黑褚英送来了杀手锏 黑龙剑 乖乖的听话 跟我回京去 毕竟靠来载着个老金头 保护考虑 安定过海 奄奄一息的三师兄向关绍龙 吐露出自己的秘密 他的父亲是当年救下关绍龙的侍卫长 当年 他奉父亲之命到少林寺习武 是为了保护关绍龙 失去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让关绍龙悲痛欲绝 这部《少林寺是八童人》 上映于1976年 很有年代感的武侠片 江湖中人讲究斩草除根 如果关绍龙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可能就不会失去六师兄 三师兄 江湖上有五位高手 结拜成为兄弟 各有绝技 人称武鼠 一同隐居于陷空岛 劳武锦毛鼠 气宇轩昂 不甘平凡 独闯龙潭虎穴 冲销楼 谁知被困其中 为了救兄弟 四鼠霸气 重出江湖 电影发生在北宋初年 宋太祖传位于其弟赵光义 也使传闻 太祖去世当晚 曾照其弟入宫饮酒 留下了竹影俯升 这一千古迷案 赵光义上位后 又逼死了本该继位的太子 其子赵玉 受封为襄阳王 为了报仇 赵玉密谋起事 广昭江湖 其人一事 在府中 撕建一座冲销楼 一时之间 江湖沸腾 大道花冲 为了谋得一份好差事 从皇宫大内 盗取珍宝桃花玉玛 献给王爷 作为见面礼 小明愿为王爷尽忠 万死不辞 此时 王爷身边有两大红人 分别是花冲的一兄邓车 以及首席军师小诸葛沈仲元 几人各怀心事 虚假寒暄客套 得此江湖豪杰 王爷洗上眉梢 他告诉花冲 但凡加盟王府的人 都立有一份誓约 放在冲销楼之中 随后 让心腹沈仲元 带花冲去冲销楼签盟单 话说这冲销楼内 机关重重 私闯者 只要进来 就算是绝顶高手 也插尺难飞 花冲在沈仲元的带领下 欠压加盟 这是一份生死合同 非常保密 开封府捕快王家兄弟 追查桃花御马 失窃一案 来到此地 小弟将受伤的大哥 安置在客栈 自己则独自去冲销楼 打探消息 谁知中了埋伏 冲销楼内机关重重 任凭他武功有多么高强 也无法施展 侮辱机关的王家小弟 惨死当场 此刻王家大哥 从噩梦中惊醒 床前惊现一个黑衣人 拿出开封府的信物 让他去通知包大人 很快 王家大哥拼死来到包大人面前 说出失窃的桃花御马 以及王爷密谋启事的盟单 就藏在王府冲销楼内 为了查明此案 包大人向皇帝推荐了 新科状元严春敏 以寻案京香九郡为由出发 想来陌生面孔 王爷才能疏于防范 同时 包大人还派人暗中相助 以令牌作为暗号 此刻 襄阳王府内 王爷正在与众谋士商量对策 由三手将曹德玉 赛方硕方雕做第一波 是 由一枝花苗天鹿 飞天夜产柴温做第二波 沿途解上 是 另一边 新科状元严春敏 虽是奉命寻查 但此行极为低调 在客栈 严春敏结识了一位白衣少侠 此人气宇不凡 相貌堂堂 却赖着严春敏蹭吃蹭喝 银梁本就不多 书童心疼不已 可严春敏却热情地招待了白衣少侠 酒足饭饱之后 白衣少侠倒在床上就睡 我不惯与人同踏 今晚 只好委屈你了 严春敏只得趴在桌子上将就 半夜 王府杀手悄悄打开房门 天刚亮 客栈门口 惊现两大杀手的盒饭 严春敏这才明白 昨晚被白衣少侠所救 赶了一天的路 晚上严春敏与书童 在福安客栈落脚 再次遇到白衣少侠 书童不知情 误以为白衣少侠又来占便宜 饭后 学着白衣少侠的口气 躺到了床上 哎 我不惯与人同踏 今晚上之后委屈你们了 今晚上这张床 原需要小管家睡才好啊 谁知这间客栈的掌柜 也是王府杀手 半夜 两个黑衣人划开房门 掌柜见状 也脱下工作服 露出真面目 一番拼杀 假掌柜成为了刀下王魂 看到这里不得不说 这个掌柜的心真大 明知不敌 还往上冲 这是白衣少侠 为之前的无礼 向严春敏陪礼 原来白衣少侠 是之前大闹东京 变梁的无鼠之一 锦毛鼠白玉堂 他行侠仗义 光明磊落 与严春敏一见如故 结拜成为兄弟 得知严春敏去寻案 京香九郡查案 白玉堂便随行保护 很快 两人就来到寻案府 此刻风声已紧 王府一静不移动 谁知江湖高手 黑妖狐智化 竟到得大内宝物 九龙珍珠关 前来投奔王爷 王爷为了城市 热情款待 除此之外 智化还是王爷 心腹沈仲元的师兄 宴会上 智化当众夸下海口 叫他说 我究竟偷点什么东西 才能够表示 对王爷的忠心 寻案京香九郡 钦差大臣的官印 你们看 够不够分量 如此胆大包天的事 众人只当他是 酒后胡言乱语 没想智化居然 真把印信弄到了手 王爷大喜 命沈仲元带智化 去冲销楼签名加盟 期间 沈仲元告诉智化 冲销楼内的机关 此时 白玉堂已查到 王府建立招贤馆 广昭天下 奇人异事 他将此消息 汇报给大哥严春敏 得知在他外出石黑 妖狐智化 盗走印信 白玉堂猜测 智化定是 拿到王爷面前陷攻了 他决定夜探冲销楼 为大哥取回印信 严春敏不愿他去冒险 急忙阻拦 白玉堂爽快答应 然而心中却不服 半夜 白玉堂偷偷溜进冲销楼 楼上数十名杀手 埋伏在此 白玉堂武艺高强 丝毫不惧 自知不敌的杀手们 选择了退出 夜里 严春敏辗转难免 突然 黑妖狐智化找上门来 拿出令牌表明身份 原来他是包大人派出的卧底 智化把严春敏的印信 还给了他 严春敏觉得奇怪 这是何意 智化解释 之前为了获取王爷的信任 迫不得已 才出此下策 如今放置在冲销楼内的是一枚艳品 严春敏让书童去请白玉堂 可哪里还有白玉堂的身影 两人心之不妙 猜测白玉堂定是去冲销楼取印信 智化急忙赶去相救 可惜了白玉堂 仪式英雄血染铜网镇 不久 家庭小石子 向隐居在陷空岛的四属报信 得知老五惨死 四人发誓要替兄弟报仇 另一边 智化在王府结识了一个名叫爱虎的小厮 智化看他为人正义 忠厚耿直 便收其为徒 在寻得王爷谋反的证据之后 智化让爱虎去寻暗府 告发王爷 正说着 沈仲元推门而入 要他去守告王爷 你这是何居信 爱虎 你打算反叹王爷 快随我去领罪 爱虎宁死不屈 这时 沈仲元才说出自己的身份 原来他也是包大人的卧底 为了试探爱虎是否可信 师兄弟演了一出戏 这也就是之前 沈仲元故意掩饰冲销楼机关 给智化看的原因 隔天 寿宴开始了 王府张灯结彩 高鹏满座 特不知 陷空四属在智化的安排下 已混入王府 就当众人兴致勃勃地欣赏表演时 严春敏全副武装地 带着王府小四爱虎赶来 原来爱虎状告王爷谋反 严春敏拿出印信表明来意 是来查案的 沈仲元急忙让护卫去冲销楼报谢 负责把守冲销楼的首领 铁面金刚兰销 带着兄弟们赶往大厅驻站 殊不知 这是沈仲元的调虎离山之计 智化见兰销已走 独自闯入冲销楼 可他却忽略了兰销在临走时 已打开机关 智化被困 只得在冲销楼内与杀手苦战 和上次一样 杀手想将智化交给机关 然而他们却忽略了 藏在地下的彻地鼠 关键时刻 彻地鼠破坏了一楼的机关 随后两人并肩坐站上二楼 此刻 大厅内危机四伏 面对种种证据 王爷恼羞成怒 一不做二不休 让手下将严春敏等人杀害 谁知戏法箱里冒出来两个武林高手阻拦 原来他们是白玉堂的三哥川山鼠 以及四哥藩江鼠 一番对战 新知王爷手下不足为惧 两人急忙赶往冲销楼 此刻智化与彻地鼠 已被困于同网阵内 阵内危机重重 两人只得勉强支撑 眼看楼下杀手 就要将两人乱箭射死 幸好川山鼠与藩江鼠赶来 将杀手解决 就这样 四人联手将同网阵破解 余下的小喽啰自然不是对手 此刻 大厅里一片混乱 双方激站在一起 眼看就要大结局了 沈中原拔剑队向王府射了 露出卧底身份 这时王爷才支上了大 冲销楼内 川山鼠与藩江鼠上了三楼 小心 三楼有 哎呀 川山鼠自知难逃一劫 老五在那边 一个人只怕寂寞 有我陪陪他也好 此刻 老大钻天鼠 已爬到冲销楼楼顶 随后扒开屋顶的瓦片 破坏三楼的机关 紧接着跳入楼内 就这样 一行人顺利拿到楼内 放置宝物的盒子 可奇怪的是 除了宝物 并没有最重要的盟单 几人拿着宝盒 回到大厅住站 智华等高手来到 瞬间势如破竹 王爷自知见大势已去 急忙跑向后厅 沈中原追了过去 劝他投降 交出盟单 过去圣上开恩 还能免其一死 王爷爽快同意 拿出盟单就要交给他 随后拔剑自吻 沈中原捂着肚子 亮亮呛呛地回到大厅 声称盟单被自己找到 不料花冲却冲过来抢夺 盟单在我肚子里 你们抛开我肚子 能打吗 这部冲销楼 上映于1982年 锦毛鼠白玉堂夜探冲销楼 是小说七侠武艺中 最悲情的一段 当然了 历史上根本就没有 照遇这个人 人物性格 冲销楼的机关设计 非常不错 传统的少士武侠片 一朝一世 非常精彩